邓超现在已经是知名的演员了 可是早期他却得罪了娱乐圈的两位前辈 博小刚和他合作之后直接无视他 不想有什么交集 张国立更是大喊让他滚 当年这个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两个前辈这么讨厌他呢 邓超因为烈日拙新这部剧获得了很高的赞赏 临终前的演技还被选入了电影学院的教科书 现在的邓超发展并不差 光是奔跑把兄弟这个综艺节目就让他挣了不少钱 现在他可以拍戏也可以接综艺 完全不担心资源 早期的邓超还是以演戏为主 当时冯小刚可是知名的导演 邓超能和这样的导演合作 对他的视野帮助很大 但邓超当时确实不懂事 他参演了冯小刚的集结后 本来约好要给影片做宣传 但邓超还有另外一部剧再拍 没有时间过来 冯小刚肯定很生气 导演对这类行为都比较厌恶 演员也是在毁自己的视野 这件事之后 冯小刚再没和邓超合作过 估计看见他就会想起这件糟新事 难怪直接忽视他了 张国立骂邓超这件事 完全是邓超自己撞在枪口上 张国立和邓超参加了同一场葬礼 但当时邓超的粉丝很不懂事 为了追星 邓超竟然跑到人家的葬礼上来 场面非常的混乱 葬礼是个庄严肃母的事情 邓超的粉丝破坏了这种气氛 难怪张国立让邓超滚了 这些粉丝也不懂事 张国立作为前辈反感这样的事情 也很正常 明星还是得有个理智的粉丝才行 不然太招黑了 但超越这两件事影响也挺大 好在现在发展不错 因为按照现在的情形看 他不是这么不懂形式的人 但早年的他有些年轻气盛 不懂得收敛 现在成熟了不少 肯定不会再犯了